Ayo 了世紀 天明如星 大家好 我是Layon 現在來看喬治亞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強化教堂可以影響19個範圍內的村民 增加10%的工作效率 而且開局就有第一台羅車 經濟加成大致上是這樣 喬治亞人這個經濟加成 主要最強大的時期 還是要到城堡時代 那在初期的時候 喬治亞人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是這個羅車可以先去看地圖 看完地圖之後 可以馬上用羅車去打野吃鹿肉 但是現在以吃鹿肉的方式來說 還是比較常用推鹿的方式 而不會用羅車到路邊去吃鹿肉 雖然Biper有這樣試過 但感覺是嘗試性的 並不是真的會變成主流打法 當然如果你是手速比較慢的玩家 不太會推路 喬治亞人跟亞美尼亞人就會很適合你 喬治亞人他的騎兵單位 還會有自動回血的效果 甚至連馬弓都可以用 喬治亞人最近的馬弓 也是蠻常見到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喬治亞人是沒有拇指環這個科技的 所以射擊速度上 會比一般有拇指環的文明 會有射速的情況出現 喬治亞人最強的單位還是他的寶兵 莫娜斯帕 如果可以量產出量大量數量的話 就會變成很誇張 一隻莫娜斯帕的攻擊力有22點 近戰防護力還有5加3的能力 8點的防護力非常的難產 接下來介紹一下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城鎮中心 一開局時會獲得100肉 到了城堡斯帕開3TC的時候 每開一座城鎮中心都會給100肉 效果 讓他在開3TC不太熔斷肉 而且立陶宛人 他每一個聖物到修道院裡 自己的騎士跟寶兵列提斯 都會增加一點傷害 最高可以加4點 這張超級隨機跟雅典娜有點像 雅典未成有點像 但是這個聖物是很多 總共有8個聖物 那立陶宛人的槍兵跟毛兵 也是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 兩個綜合加起來講的話 當然以單看步兵的話 應該是還有更快的 例如這個薩爾特人 那立陶宛人可以用這個效果 用毛兵跟槍兵打一個封建槍毛前壓 獲得封建優勢之後 趕快去城堡時代產生旅去撿這個聖物 也是立陶宛人比較強勢的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會怎麼打 那目前看起來 立陶宛人他中後期的列提斯 是克制到喬治亞這邊的 因為喬治亞這邊的近戰防護力 是很高有8點 但是立陶宛人他是可以無視 敵方裝甲進行攻擊的騎兵單位 不管是在團戰或是單跳 都很常看到列提斯的身影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造價 是比一般騎士還要便宜 但是數值跟傷害值 是比這個 騎士 CP值還要再更高一點點 所以你要還要看這個造價比的話 立陶宛的列提斯 正是小狗狗 但是 立陶宛雖然小狗狗 但也沒有到勝率非常高 因為主要還是一個問題 就是能不能撿到生物的問題 還有這個城堡能不能夠量產出來 迅速量產列提斯的問題 所以總體來說 列提斯還是需要偏開農 才有可能打出後期的經濟優勢 那喬治亞也是這個問題 兩邊都是能活到後期的話 這個威瑟力會非常強大的 那目前看到立陶宛人是點下了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補下之後 是打一個22村民 22P 喬治亞人呢 是19 20 慢慢補 還沒有 他已經撐到封建時代了 應該是18P就點 一個是18 一個是22P 這個P數差距有點遠了 但立陶宛這邊感覺是要直層 黑跳層 那我看起來是要跳樓了 跳不上去 這個好像有點跡象 22 還有含一個織布 然後再按兩個村民補一個兵工廠跟四級 那這裡買賣一下的話應該是可以上去的 那這裡要用四級買賣 OK 買賣一波 賣了100木頭 換取70黃金 買了100肉 順利的點下了城堡賽 TC的閒置呢 只有來到了23秒 並不會太久 還可以接受 這邊肉麻想要進去 想要引Dout進來 但Dout沒有被騙 奧特直接靠個兩項目牆 不理他走掉 看到對方已經維持 那自己呢 就沒有要出兵的意思了 雖然下了馬舅 但也沒有關係 補一個兵工廠 準備要來升級到城堡時代了 看起來兩邊的一個配置 算是很正常 沒有什麼可以特別講的地方 那立陶宛這邊是農田有點偏少 待會這裡要補個一級農 我已經補完了 這裡趕快撒農田囉 先撒個五片田喔 會比較安心喔 到六片 但是這六隻村民草 全部撒農田也行 但是這個立陶宛 必沒有這樣做喔 他是先開TC 他現在仗著自己 自己是立陶宛喔 城鎮中心會給肉的效果 但我不確定 難道他真的不會斷村嗎 來看一下這個立陶宛的配置是怎麼打的 OK 一個TC 一個修道院 好 雙TC開農 好 這邊在補農田 唉唷 這個配置看起來更好 而且肉也不會斷掉 反正他也沒下馬 最後也出不了騎士 跟肉嘛 好 這邊勝率 找了一隻準備要來撿聖物 想要撿到四個聖物喔 立陶宛的經濟喔 就會非常好 而且也可以增加這個騎士跟烈提示的傷害 減身物是必然的 好 這邊看到喬治亞這邊的老頭 唉唷 人招想得到嗎 後面這隻老頭有點遠 沒有辦法 好那這邊清潔兵趕快升級 喬治亞這邊專注打肉馬就可以了 然後趕快開TC開農 補一個強蛙教堂 OK 道特果然是職業選手 文明的特性 都有把它完全打出來 這邊稍微可以補充的東西是喔 這個強蛙教堂 建議是補在靠近礦產 跟農田區域喔 因為你的礦產可以採很久 還有農田也是喔 基本上是不會移動的 如果你只單純放在牧區 沒有其他資源的話 強蛙教堂的效率 就會降低很多 而且每個強蛙教堂 都需要200木頭 所以吃的木頭 其實蠻多的 因為一個城鎮中心 就要275木頭 一個強蛙教堂就要200木 開一個強蛙教堂 就快要可以開一個 城鎮中心的概念 到底什麼時候補強蛙教堂 有點看情況 我是比較建議3TC之後 再開第一個 或是雙TC 然後馬上開一個強蛙教堂 也可以 像刀河這樣也是可以的 盡量不要 不開TC 只開強蛙教堂 那這個打法已經有很多高手試過了 都是 沒搞頭的 好 立陶寧這裡補下了神聖思想 開始招降 這邊招有點難招 選擇撤退 這邊肉麻招 但是 沒有砍死這隻老頭被招降掉了 後面來了3隻清奇兵 砍殺1隻老頭 3隻老頭倒地 1隻肉麻被戳掉 後面招降到肉麻也反擊了 喬治亞的生侶回去 看起來這邊弱麻配槍兵的大戰 兩邊都受到一些損傷 那立陶寒這邊很可惜 只撿到了一個聖物 右邊還有一個聖物也被站著 右邊這裡還有一顆 那現在曉治亞聖物越放越多 來到了3顆聖物了 那由於這張地圖是超級隨機 所以大家並不知道這張聖物 這張地圖的聖物到底有多少人 那現在道德有這個肉麻上的機動性的優勢 那立陶寒到底要怎麼打 喬治亞這個肉麻配生女的打法 其實就跟著打就好了 自己也出肉麻 或是直接轉馬 更適合 我就說喬治亞這邊轉馬頭 那立陶寒就單純轉槍兵配肉麻 其實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立陶寒這裡是沒有打算這樣做 而且立陶寒的重裝長槍兵走的優快 其實要去支援肉麻也不是問題 一定要轉重裝長槍兵配肉麻生女 才有可能有這個減生物的主動權 不然很容易被喬治亞這邊 單純的肉麻給壓制住 好那這邊肉麻還會繼續回血 這也是喬治亞的一個特點 不過馬一再補血 立陶寒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點的時間還算蠻早的 27分鐘 44分 92春 點下帝王時代 喬治亞這邊則是打了105春 還沒有點下城堡帝王時代的升級 看起來是想要再先農了一波 黃金挖的有點過多了 好兩邊都打偏龍 所以前期就稍微看一下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立陶寒最後只拿到兩顆聖物 兩顆聖物就意味著 立陶寒帶回列提斯跟騎士 只有正常的三級攻 並不會再額外加兩點傷害了 當然其實是有點可惜的 好這邊轉了一隻烈提斯 但是被四隻落馬圍毆致死 槍兵過來營救一下 把裡面圍死 後面這裡不圍嗎 這裡是我的話我就圍一下 把他當競技場 把他搓爛 完蛋 他太慢圍了 就圍個木門嘛 然後再圍個房子 把這個落馬關在裡面 好但最後還是搓掉上方的落馬 正前方窗外教堂補了出來 增加一下村民的工作效率 發起中間的石頭 這團這裡點下了疾病的升級 道德的地方是大概還有30秒 補下了耕種技術跟馬凱的升級 好那現在喬架了 現在莫娜斯卡的數量有點少 至少等到20幾隻再往前 現在往前的話只會被招搶 也會被戳爛 不太可能打得贏對方疾病的數量 25隻了 而且後面還有聖女可以招搶 穆娜斯卡 好那立陶宛這邊已經轉出來了巨型投資機 先開拆強化教堂 強化教堂的血量 不然這個防洪流是不是有點高 好來看一下這邊怎麼包掉 左右兩邊B陣 這邊只起一台巨型投資機 這邊先包掉的是後方的聖女 聖女直接被收掉了三隻 收完之後戳掉左邊兩台巨型投資機 之後撤退 這邊全面撤退有機會嗎 後面的聖女在招翔 招一隻槍兵 說明在前線已經被戳爛了 然後這裡也把羅車收到裡面去 讓這個強化教堂可以射箭 那這個射箭是稍微補下而已喔 雖然傷害也不高 一擊射甚至也沒有點下 所以現在道德即使收吹的話 強化教堂也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一個防守效果 那我覺得喬治亞的雲罐 斯萬塔比較特別喔 他是連強化教堂也可以增加傷害力的 還有城鎮中心城堡都可以 結果這邊利用一個高打機器 加上強化教堂的射擊傷害 直接射爆了正面大量槍兵 哎呀立陶宛這一波有點小虧 補了一個塔盾技術 塔盾補下之後呢 戰毛兵的遠防可以高達10點 而且擊兵也會多2點的防禦力喔 所以這邊擊兵的遠防呢 可以變成正常的三級防禦 但是近戰防禦會少了一點 這是立陶宛的槍兵 稍微可惜一點的地方喔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跟正常的擊兵打 因為他沒有三攻的關係 傷害也是 偏廢 真的是偏廢 好 莫娜斯帕這邊數量來到39隻 現在三攻升級好 金罐技術也點下了 攻擊來到14加4 22點傷害 好 馬卡的部分還有1分鐘 喬治亞的金罐技術點下之後 騎兵的戰鬥人口減少15% 騰出來的人口 可以多玩一些村民 或是補更多的莫娜斯帕 繼續暴船 這個暴船騎兵數量一起來之後 毀天滅地 無腦A都可以打給你對手 那立陶宛這邊是擁有破甲騎兵 所以有點算是矛盾大對決 那以正常的營運打卡來說 應該是立陶宛這邊會更有優勢一點 最近列提士的傷害非常可怕 但是道德這邊控地圖控得更好 已經把下方這邊地圖控得 讓對方沒有機會過來 甚至右邊還想要去偷挖人家的黃金 左邊地方也是稍微控一下 但是左邊沒有任何的礦產 中間這個石頭挖板的話 會讓喬架非常舒服 有這麼多石頭 大概可以插劍塔或是繼續插城堡 都不是問題 好 看一下立陶宛這邊的交戰 這邊搓一搓 搓掉第一台巨型偷死機 槍兵這邊稍微拉扯一下 列提士在這邊偷傷害 有點欠打 直接包夾包掉 沒有問題 哇 列提士直接被秒殺 抱團騎兵就是這麼的扯 七死二隻 好 這時候喬治亞點下了二級射 還有這個斯萬塔 好 正面槍兵直接用莫拉斯帕正面吃掉 最近看到喬治亞的莫拉斯帕都是正面硬吃了 沒有再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對方槍兵 直接硬著頭皮扛上去就對了 好 到這邊馬上就補充了損失掉的莫拉斯帕 現在數量來到68隻 右邊補了一根城堡 守住一下右邊的礦區 但莫拉斯帕還是數量很多 立陶宛沒有辦法使用兵力去反制對手 雖然立陶宛現在村民數來到152村了 村民數非常多 但是現在要交換上去 感覺換久了 是有機會換得已吧 沒意外的話 好 結果槍兵就是一瞬之間 又被這些莫拉斯帕給吃光了 所好的槍兵克起兵呢 怎麼感覺莫拉斯帕沒有被課的感覺 好 這邊喬治亞頂下的防禦箭塔升級 三級射還有這個安息人戰術 難道是要來搞馬攻路線了嗎 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讓喬治亞人打槍兵可以再加4點傷害 其實蠻痛的 而且現在喬治亞三級射也不好 城堡帶回防禦箭塔 直接升大型箭塔 太狠了 好 箭塔的科技也慢慢升上去 那現在有防禦箭塔有串燒效果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防禦箭塔的串燒效果會是如何 好 結果左邊這塊機拿不回來 這幾場玩有點顯得尷尬 好 右邊直接撞到城堡下方也不管 先撞了一波 莫拉斯帕雖然繼續堆疊 對 右邊這根城堡可能會被拆掉 跟立陶宛現在左右開弓 好 但是大型箭塔升級好 打這些槍兵速度非常快 哇 而且有串燒傷害了 好 終於把強化教材拆除了 右邊的礦區稍微也拿回來了 但這明眼兩邊的槍兵跟莫拉斯帕也沒有 直接撤軍 甚至DOT這裡沒有轉出工程器械 這個有點疑問喔 他是不是在玩對手 我不知道 看起來是有點半管的感覺 這邊在林嘎趕快出巨型投石機去 插右邊的城堡才對喔 好 那立陶宛這邊趕快 轉出更多的巨型投石機 開拆莫拉斯帕的後方產能城堡 好 這裡看一下這一波大戰 槍兵直接硬戳巨型投石機 變成移動模式 可以戳掉兩台 那這邊的槍兵也是戳掉了非常多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只剩下30幾隻的數量 那30幾隻數量還是可以變成14加8的傷害喔 那現在莫拉斯帕還沒有輸 好 這邊戳一戳 哇 戳掉了非常多台的巨型投石機 這波道特我就會不虧了 至少賺個1000斤以上 好 那立陶宛這邊 窮到只能出槍兵喔 雖然黃金有在挖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量產出這個 烈提斯出來 不知道是為什麼 感覺是肉太少 他看起來是有點偏窮了 好 喬治亞這邊是補了一個長花教堂 開始在原地伐木 這邊補了更多的農田 現在立陶宛已經完全斷金了 黃金的數量只剩下0 然後用兩個聖物在跳黃金 這個應該是兩個聖物 對 兩個聖物 那道特這邊則是搬了非常多聖物喔 六個聖物 六聖物對兩聖物 然後喬治亞這邊用莫拉斯帕 一隻黃金也不用50塊 但立體師是需要的 哇 這邊吉兵換了幾隻莫拉斯帕 但最後又被吃光了 好 道特這邊選擇不攻 轉了更多的大型箭塔 開始慢慢深入敵軍的右邊陣地 好 喬治亞這隻轉射重裝馬功的升級 還有工程工程師 好 這邊繼續投司機 準備開拆 唉唷 好痛 兩發多中 掉了 哇 巨型頭C 打的傷害就是高啊 好 但是後方的莫拉斯帕 解掉了巨型頭C 右邊城堡還在被城堡開除當中 好 道特這邊轉出了大衝撤升級 好 左邊也沒有繼續開戰 現在把戰線開始往右靠 這邊軍營有11個 剛剛感覺慘能還是很少 我覺得槍兵數量真的沒有到非常多 好 那喬治亞把自己的所有的莫拉斯帕給送掉了 轉出來的東西是大衝車的升級 難道喬治亞道特是想要使用大衝車直接塔推 可以 大型箭塔配充車解掉敵人的防守陣線嗎 好 但現在箭塔一根根被拆除 有給道特的時間其實並不多 還是要再轉一些莫拉斯帕出來擋一下呢 哇靠這個十萬塔傷害太高了吧 直接串掉非常多的槍兵 哇這一排都是死傷啊 好 左邊也慢慢偷插了箭塔進來 但村民看到先拿村民來開扁 這一場感覺實力有點差距喔 好 直接用大衝車 把右邊這個城堡給頂掉了 好 補下更多的大型箭塔 哇 這個連巨型投死機也被射掉 哇 這個331完全被玩弄當中 道特這邊的黃金跟肉 已經突破天際了 但立陶宛怎麼窮成這樣啊 這邊用衝車逼對手過來去解 那這邊最好是用閃陣喔 不要用橫列戰法 因為橫列戰法會把所有的槍兵聚集在一起 雖然進攻的時候也會聚集在一起 這也是蠻尷尬的 但是來看一下橋架這邊四萬塔的傷害 哇 好痛 後面肉馬直接被蒸發 四萬塔一直在攻擊 道特使用衝車想要開頂 但是看到對方槍兵過來 後面四萬塔開始輸出前方的槍兵 槍兵一直在攻擊衝車 但是直接被串燒 傷害太高直接倒了一整排 哇 哇 沒了 瞬間槍兵倒光光 這就是喬治亞的四萬塔 OP 好這時候這時候打出了GG 哇 這幾根劍塔呢 極殺了69個單位 剛剛那一整排消失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被爐炮還是被投衝車砸到的感覺 看起來喬治亞的防禦劍塔 可以變成新一代的防守新選擇 當然我覺得不會成為主流 當然可以考慮使用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喬治亞這邊拿到了 哇 移了大概快兩萬資源 軍師方面則是拿到1.79 前面道特一直要摸納斯帕 跟對方槍兵互撞 後面再轉出了大使尖塔跟衝車組合 這個打法也算是可以有的 但是手速條件是要求蠻高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高評文欠詞 最高評文欠詞 到你最高的下集 高評文欠詞 簡中間 如果不喜歡 你可以歡迎 或許 您